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进半决赛吗 两季了 我终于进半决赛了 我这一季也有点表现得太好了 从来都没输过 段子也很火 黑寡妇 但是我也因为这个段子挨了很多骂 很多人说我在黑黑寡妇 你听听这话说的 你感觉我是个流氓在调戏寡妇 我说黑黑寡妇 现在就是你提谁就是黑谁 黑寡妇它就是一个电影形象 它都不存在 你提它都是黑的 提真人就更不行的 上一季我也挨骂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段子 讲了一个偶像抽烟的事 然后就有好多粉丝来骂我 就对我进行各种诅咒啊脏话 说我又老又土又丑 我就不依附数了 反正就是一些 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 然后还有人说我人品不好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没有底线 为人恶毒 我当时觉得 现在这些年轻人 年龄不大 看人倒是还挺准的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很想说这个事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因为就比到这儿了嘛 第九期了 我也是真的有点不知道说啥了 我就想我去微博上 看看什么私信什么的 就有一条说 怎么 今年不靠黑我们弟弟来博眼球了 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也是个办法 与其江在这儿不如博一博 所以你们应该也看出来 我这个人人生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不光不留遗憾 我都不留余地 不就是死吗 我怕吗 我怕 死可太可怕了 你们死过吗 应该没有 我前一阵做了一个手术 很小的手术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我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整容的时候 你知道 没有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真的是很小的手术 我长了一个子宫内膜细肉 就只要把它切了就好了 然后你就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你整个人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知道 但当时你知道我的胆量 都不足以支撑到 听完医生说完整个结论 他刚说 你的子宫里长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完了 癌症 因为你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的前半生一定干过很多值得报应的事 我就想 有的时候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在台上这么说 人家来着 我就开始回忆 我人生做的每一件错事 一件一件仔细地忏悔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还跟你说 杨丽不能再忏悔了 再忏悔 这辈子就过去了 毕竟可能你这辈子也没剩几天 然后我还想 我真的应该好好保证我的身体来着 我不应该老出去喝酒 我现在才明白 那些老叫我喝酒的人 也不一定是喜欢我 可能单纯地只是想害死我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 以后再也没有人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没有人 我也不会出现在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一些各大公众号的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 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 先熬走了自己 就是相比于心疼我来说 大家更想在我的死亡上 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 但我发现 死好像也有好处 就是在你临死之前 你就解脱了你知道吧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 根本不过脑子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我朋友有的时候说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了 我就说怎么呢 你会死吗 谁我都不放在眼里 连客户我都不在乎 客户说 杨丽我觉得你这个段子 有点不是很好笑 我说 那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 谢谢 关起来别人都觉得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不好笑 不好笑 别合作了呀 我的人生差你这点钱吗 我人生差的是一个奇迹 你有吗 但是因为子宫内膜吸肉 是一个有点妇可病 毕竟我还是一个少女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聊到 我的病情的时候 我都说得很模糊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们就只知道 我的肚子里长了一个东西 所以过了几天以后 所有人都在传 我怀孕了 听说是rock的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 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 然后那个架势 我觉得哪怕我今天 得的是一个结石 这个结石取出来了 都会被他们强制的 命名为小rock 对不起了rock 我就是想赢 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 人生都有可能随时遗憾离场 所以这个比赛 我一定不能遗憾离场 我想通了 虽然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我不能害怕 我一定要像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